熟悉我的朋友大概都知道 我算是典型的手残玩家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情况似乎也是更为严重 所以一些对于操作要求比较高的游戏 我通常也是无力通关 实际上我最近发现我不仅是手残啊 似乎脑残的情况也在逐渐发生 甚至是一些不需要精细操作和快速反应的游戏 我有时也会出现一脸懵逼的状态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于游戏的喜爱 一些新游戏即使我知道它会比较难 但可是只要我有条件还是会尝试一番 比如最近我就连续怒玩两款难度都不算低的游戏 当然也是一败涂地 可以说是精疲力竭 好在游戏本身都还算是有趣 所以本期节目就和大家来分享 对于这两款游戏我的游玩感受 各位首先要说明的是 这两款游戏我都没能够通关 每个游戏大概玩的时间是十小时左右的样子 倒不是我不想通关 而是各有各的原因 比如第一款游戏一季二 这是一个魂like游戏 我倒是很认真很努力的玩了挺久 但是过不去就是过不去只好放弃 而第二个游戏乌拉杠 虽然整体上体验是较为爽快的那种 但作为一个roguelike游戏 坦白的讲其实它的难度也不低 而且往往越往后面打 越容易失去信心 导致我也是未能通关 那接下来我就体验到的内容 来和大家详细聊聊 以便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首先是一季二 这款游戏是之前一季灰烬重生的直接续作 目前该游戏在steam上是特别好评 从玩家的评论来看 这个游戏也的确让一些玩家感到星期有趣 眼前一亮 当然也有不那么喜欢的玩家 而就我个人而言 我能感到这款游戏它有趣的点到底在哪里 但同样游戏也存在一些不能忽视的缺点 游戏全程我都是使用猎人这个职业来进行 那这个职业的设计啊 就让我颇为制作组的一些巧妙设计而感到惊喜 魂lack游戏因为我本身就是守残囊体制 坦白说虽然也玩过不少 但基本上因为能力问题 所以其实我基本 我通常也都不能完全吃透这些游戏的系统 因此让我来评论颇有些斑门弄斧的味道 但在我有限的魂lack游戏体验中 形成了这样一个未必那么准确的印象 那就是魂lack游戏 似乎和TPS也就是第三人称射击 这种类型的游戏完全不沾边 即使在魂lack游戏中出现了 拥有远程攻击的角色和职业 其手感和玩法依旧也不是TPS的感觉 而1G2却是另辟蹊径 将魂lack的艰难挑战细微操作 和TPS的爽快做了巧妙的结合 以我体验的猎人职业而言 它拥有机械设备枪械设备 所提供的强大的远程攻击能力 甚至很多小怪可以实现秒杀 两枪打死也可以 那在配合上翻滚还有各种技能 确实也能玩出流畅的进攻 从而带来爽快的感觉 但是制作方通过限制武器的装填速度 和射击频率 以及前摇时间长到令人发指的HB回复 当然血瓶的数量上也做了限制 再加上无处不在随时出现的怪物 并且这些敌人通常有着较强的攻击欲望 还有各种各样的伤害不低的攻击手段 那同时玩家的角色 你无论是翻滚还是奔跑 又都有体力限制 这些综合起来就成功塑造出了 魂lack游戏一个重要的底层逻辑 那就是营造出巨大的敌我差距 让玩家频频死亡反复挑战 同时为了防止玩家在短暂使完之后 就直接AFK 干脆放弃游戏 所以游戏的底层系统 就被设计成了一个充满RPG要素的 装备驱动加合作射击这样的一个玩法 玩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 增强自身的装备和能力 并在足够长时间的努力之后 推动游戏的进程 此外我也注意到 游戏中对于能力差的设计 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克制 虽然敌人也许几下就会要你的命 但是只要你的装备不是太离谱的差 打敌人也不刮杀 这都可以保证了相当数量的玩家 不会过早的就弃坑 所以整体上我认为一击二 还算是有趣的游戏 不少地方也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剧情方面呢 似乎也还算有趣 起码让人有继续观看和游玩的愿望 虽然是好像挖坑挖蝶挺凶 如果是对魂lack系列游戏比较感兴趣的玩家 倒是可以考虑入手一番 体验一下 至于我自己 说实话大概率不会继续游戏的旅程 因为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折磨 也太消耗时间了 手残挡的一个问题就是 别人也许挂个五六次 甚至两三次就能掌握并且通关的地方 我可能就需要投入成倍 甚至三倍的时间才能达成 而这期间的挫折感其实也是非常强烈 所以我决定就算 那说完游戏有游戏有趣的地方 我再说说游戏的一个缺点 但就是这款游戏的画面呢 其实还算是不错 但在优化方面目前看来还不算好 当然我也看到官方也承诺 会持续更新补丁来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但起码就现阶段而言 优化确实不能算特别好 首先在我的台设计上 13700加4080 想要特效全开4K60 就必须将DRSS设置到性能模式 那即使是平衡模式 也无法保证稳定的60帧 而打开DRSS的性能选项后 虽然游戏体验是稳定的60帧 但是播放即时演算的过场动画的时候 仍然会出现频频掉帧的情况 不过过场动画掉帧呢 也不会影响游戏的操作 但是否影响游戏的体验 那就见仁见智 1G2目前是通过了Steam Deck兼容性认证的 属于打了绿钩的游戏 所以也可以选择相应的配置文件来游玩 那我试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800P特效全低 但饶势如此 游戏也无法稳定30帧 在Steam Deck上 说实话对于1G2这类游戏 30帧本身可能就无法带来良好的体验 更何况是不稳定的30帧 同时我也用手上这台7840U的WIN掌机做了测试 可能是因为游戏对于7840U这款相对较新的APU支持有问题 虽然我已经将Windows系统 AMD的驱动 以及游戏本身都升级到了最新版本 但游戏依旧频频崩溃 根本就没办法正常游玩 总之目前1G2在优化方面还有明显的可提升空间 虽然游戏本身真的还算是挺有意思 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我的感受基本就是这些 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那接下来再说说我最近玩的第二款游戏 就是这款叫做乌拉港 目前这款游戏在Steam上的评价是多半好评 喜欢的人基本上就是认同游戏的爽快感觉和沉迷性 那种肉搁的特点 而讨厌者则认为游戏在设计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之处 这方面的评价和我在游玩之后的整体感觉是基本一致的 乌拉港这款游戏的底层逻辑 当然就是一个机甲类的顶视角射击肉搁游戏 玩家需要操动这个小小的战斗机甲一路推进 达成拯救人类社会的任务 作为一个小体量的独立游戏乌拉港的画面 说实话还算是不错 战斗本身也是相当爽快 玩家操纵的机甲拥有主副两个武器 分别对应手柄的LT和RT 就是两个扳机舰 当然玩家可以自行搭配和升级主副武器 我个人游玩下来 感觉还是以一个高射频低伤害的武器 搭配一个高伤害低射频的武器 组合起来最为顺手 在LB也就是左肩舰上默认被设置为了DASH 就是可以快速的突进躲避攻击 与此同时可以实现对敌人的伤害和周围建筑物的破坏 RB也就是右肩舰被设置了一个AOE武器 有着较长的冷却时间和较大的攻击范围 以及杀伤力 它其实不是冷却 它是要攒点暴斗 就相当于超杀你要攒气那种感觉 那总之玩家熟悉了系统之后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系统打出极为爽快的攻击 与大量敌人疯狂周旋 这个体验本身是相当愉悦的 那作为一个肉鸽游戏呢 乌拉杠的难度啊 当然也就不会低啊 玩家必然会频频面对死亡 游戏中玩家死亡的代价不仅是从这个区域地图的这个第一个节点开始 也意味着所获的武器和插件将会丢失 在游戏中玩家获得的属性升级和卡槽升级则都会得以保留 所以玩家可以在反复的挫败中不断提升战力和熟悉关卡 由此推动游戏的进程 这样的设计也是肉鸽游戏的提中之意 并无出彩之处 但是也没有什么毛病 总体上乌拉杠我个人还算是挺喜欢 因为这种游戏很容易沉迷嘛 然后又被切成一个一个小关卡 比较碎片 所以我准备平日里面呢 就带着空闲的时候来把玩这款游戏 同时作为一款独立游戏 那无论是Steam Deck还是冰掌机 都能够带来非常良好的体验 Steam Deck上虽然没有完全通过兼容性测试 就没打对勾 但玩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那7840U的冰掌机呢 更是可以特效全开1080P60帧来流畅的玩 不过你需要适当调节功率啊 这就意味着你可能要牺牲一些续航 总之呢 乌拉杠或者不会给你什么特别大的惊喜 如果你喜欢肉鸽游戏 那么它也不会让你失望 算是一款值得一玩的游戏吧 好 那这些天我玩的这两款游戏啊 也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吧 接下来呢 我除了继续玩乌拉杠之外啊 主要的精力会放在皮克敏4之上 等通关之后再来和大家细聊 那么本期节目的正片就到此为止 接下来还是闲聊时刻 好 闲聊几句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我今天的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生病了 而且还挺严重 我也不知道是所谓三阳啊 还是其他什么病毒 反正具体的表现就是 我现在还没有发烧 或者可能是低烧 不严重 但是呢 浑身无比酸痛 而且嘴巴已经失去了味觉啊 就别说什么吃个东西感觉没味啊 就抽个烟啊 都没有味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天旋地转 所以我说话也不是特别有力气啊 大家也担待 但是我想也不能开天窗吧 因为我们我觉得做节目 最重要的是持续和稳定的输出 你没事整天开天窗 永远都会有事的 今天是生了病 明天是小孩要出门 那你就天天开天窗 也不行啊 所以但凡是有一口气 还是顶着把节目给做了下来 反正这两款游戏啊 因为这些天陆续带着玩嘛 聊聊也比较轻松 可是我生病了啊 应该是米勒传染 他说我们家最先发病 然后说我老婆 然后说我妈 我是最后一个 但我是最严重的一个 可是也不是什么大冒昧 相信很快就能好 相对我啊 我舅舅那个情况 前两天不是聊了吗 也比较严重 但是你看啊 机人自有天下 这两天有好转了 清醒过来聊啊 而且是 因为我没去嘛 我生病了 我还没有去看 据我舅妈说啊 是前所未有之清醒啊 这个状态啊 都已经好了很多啊 各项指标 已经完全的OK了 但是还没有到那种 完全正常情况下 但是他已经会说 比如说他问我舅妈说 哎 朗朗前两天 是不是来看我的 我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啊 什么的 他现在怎么样啊 什么就这还能这样的聊两句 我觉得OK啊 大概会越来越好 只是这个过程比想的要慢了一点 整整从做完手术 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是比想的要严重一些 但是啊 有好转 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等我这两天病好了 我也去看一看啊 还是那句话啊 大家就是 多关心身边人 也多关心关心自己 有的时候啊 还是先关心自己 再关心别人 可能也是合理的 因为自个都没了 也关心不了别人啊 总之都要关心啊 好 就闲聊这么多啊 那接下来还是广告时间 淘宝店啊 心上的绍红谈天说第15 这一季节目呢 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它是聊了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 以及人生的一些思考 或者说经验啊 还不一定有用 不一定是准确的 但是它是真诚的 是和大家去分享的 这么一个节目 那除此之外 像游戏类的 非游戏类的也都在卖啊 总之琳琅满目 风俭游人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再见